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台湾的景气是开始要滑落了吗 来看到国发会最近公布的10月的景气灯号 持续亮了黄红灯 不过在综合判断分数的部分 是已经来到了黄红灯的下源了 这是一个景讯吗 反观在美国 他们最近公布第三季GDP的修正值 是2.8%是持续稳步在成长 不过在美股四大指数当中 现在是只有废半是独自流泪 在这个时间点可以逢低加码吗 而另外再来关注的是 在台股的一个部分 在今天也是受到了这个消息的影响 就是这个川普2.0 在未来有关晶片补贴的部分 都会仔细来审查 所以市场就很担心 台积电未来的补贴 会不会因此来申变呢 所以在一间盘中 台积电的股价是一度有跌破了千元大关 不过也是因为担心 未来会被这个川普的课征关税 所以越南的部分呢 现在呢是自己先表忠心了 他们也跟美国说呢 会跟美国买更多的一个飞机 还有在最近呢 网络讨论非常夯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如果手上有一千万的话 到底应该去买零零五零 还是去买零零五六会比较好呢 如果说呢 在持续提领的情况之下 谁会先破产 另外还要来关注的是呢 在台积宅 在过去大家说 很多的这个住宅 都因为台积电过去设厂而上涨 不过现在呢 是不是换成了球场宅呢 尤其在棒球的部分 最近话题非常的夯 那么以在国内呢 这个其他球场来讲呢 这个平均一年呢 可以看到涨幅最高 可以达到了有两成 不过呢 以目前国内的薪资来看的话呢 新竹县市 现在薪资呢 是很甩台北市 那么天龙国台北市 是不是真的没有未来呢 我们再稍后都会带您关心 在今天节目欣赏 为您邀请到 资深海外特派龚帆华 大家好 财因专家游婷好 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陈彦好大家好 投资专家超马巴勒 大家好 先请要停好 台湾的这个景气 是开始滑落了吗 在十月景气灯号还是黄红灯 不过现在呢 综合判断分数是已经来到了下游 尤其很奇怪的是 领先指标 为什么可以校正回归 这一次景气信号灯 来到三十二分 那再差一分 就会进入到绿灯了 也就是平稳期 市场上总会担心 虽然我们讲说 本轮也算是高档顿化 因为有黄红 有红灯 而且红灯还两颗 好像景气 还是有一定顿化的空间存在 但是我们本次 比较观察的重点有几个 第一 是因为十月份 我们都很清楚 有台风天因素 尤其南部有的放假 放到三天到四天 所以它形成 我们在进行统计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工业生产指数的 显著下滑 九月份从红灯 变到十月份的黄红灯 另外一个是 制造业的销售指数 从黄红灯 进入到绿灯 那这几个 都跟传产在中南部 十月份的停工 是有显著相关的 可是我们实质来看 那到底在整个 十月份的生产指数 难道很差劲吗 事实上 如果从工业生产指数 来观察 你会发现 高达100.06 还是在100以上的扩张格局 而且年增幅有8.85 它算是比8月 7月 6月 5月 数据都来得好 所以为什么 这个指标往下掉了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国发会在进行统计的时候 它不以绝对增量作为观察 它以相对增量 它是跟去年比较起来 年增幅 有没有大幅拉抬到 双位数字以上 现在还是年增的 但问题就在于 你可能前几年年薪都是500万 今年来到800 明年810 抱歉 以前你是500跳到800 今年你从800跳到810 增幅太小 所以反而指数就下滑了 所以景气信号灯 虽然稍微有点收敛 但并不代表 10月份景气有显著 恶化的趋势存在 包括说出口值也是一样 10月份出口值是高达 413亿 一样是属于高原值 可是我们就看到 海关出口值 却已经掉到绿灯了 所以从数据上层面 我们都看得出这些感觉 那我个人的想法是 其实出口还在创高 之所以让出口值 增速不够快 或者让工业生产 指数年增不够快 有一个主要原因 下游的传产起不太来 举例来说 台湾的电子零组件 早在20年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回到了 接近有两成左右的年成长了 可是非电子 居然10月份才刚刚转正 而且这个转正的速度 又非常之缓慢 所以我们基本上 只能判断说 10月份的景气对色信号灯 基本上还是有商业的空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可能接下来 11月12月 没有台风间的因素 又会有产生新一轮的轮动 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担心的 通常不是景气对策信号灯 现在都快要12月 公布10月有什么用 我们要看的 但是看领先指标 那在景气对策信号灯当中 它的领先指标 它是由几个面向所构成的 预估会领先对策信号灯 大概是接近一季到两季 可是问题来了 按照过去三个月的经验 为什么当时对于整个景气判断 仍然在上行 因为根据过去三个月 领先指标还在往上 但是最近国发会所公布的领先指标 开始进行校正回归 而且还不只是调整一个月 把过去三个月都调价 导致已经连续三个月开始下滑了 所以这就让市场上很担心 领先指标是景气对策信号灯的领先指标 是不是就代表着 本轮的景气的高点已经看到了 我个人认为 有可能从传产 从房地产产业来看 部分产业的确有可能高点看到 为什么 它是受到政策的打压 可是以长时间来做观察 AI生产力循环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领先指标下行的分项 它对于股票市场 好像没有新增这么重大的影响 举例来说 这次下滑的又有哪一些 像是建筑物的开工 楼地板面积 第七波信用管制以后 你觉得接下来房市会好吗 它本来就会让领先指标下滑 其他我们看到 像是制造业 营业气候增现点 下滑很简单 非电产业不好 船船起不来 其他我们看到 像是实质总技术的M1B 央行在升息 它要怎么让市场的钱 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 第一 既然它校正回归了 你可能也要给它一些空间 搞不好以后会校正回归向上 这就是校正回归向下 如果脱离我们的判断 真的在未来半年到一年 进入到蓝灯的话 当然又是重新好买股票的时机 可是现在的问题都在于 由于短期内领先指标 做了校正回归 所以我们看不清楚 制造业是不是真的有显著恶化 但是从绝对金额来看 我的看法是 整个多头其实还在进行过程当中 只不过 它会由不同的产业来进行轮动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持股续报 预留现金部位 等待下一次蓝灯超级的机会 好 不过说到这个10月的景气灯号 来到黄红灯的下源 这是在台湾的部分 在美国 他们最新公布的这些经济数据 感觉就比较亮眼 第三季的实质GDP 即增年率还是有2.8% 包括核心CPE 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 不过请教挺好 为什么在四大指数当中 现在就是废半的表现 特别弱势 独自垂垒 没错 刚才我们看的是台湾领先指标 好像高点已经见到 开始下完了 可是美国的OECD领先指标 目前仍然在显著创高的过程 而且是刚刚进入到100以上 也就是刚刚开始进入到复苏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可以观察到 整个美国也是属于 内需制造业显著脱钩的情况 如果是以美国的内需 GDP来看 这一次第三季都还有2.8% 而且市场普遍的预估值 这个保值在2%的增长 至少到明年上半年都不会结束 也就代表着美国经济 我们几乎可以说 它已经达成软着陆 或者不着陆了 很多人说 为什么GDP没办法快速加速 因为美国有3%的GDP限制局限 什么意思 它再怎么增长 很难突破3%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GDP的计算方式 C加I加G加出口减进口 消费加投资加政府支出 加出口减进口 而进口是一个负向 也就是美国作为终端消费大国 它一定会进口很多货物 可是进口很多货物 它的GDP就会往下 因为进口是一个负向 为什么 所以我们观察到 现在美国的整体进口额 由于太大了 大量的往全球 圣诞季旺季来做下单 所以反而会压抑美国的GDP 这个就是统计计算方式的不同 所以有时候我们才讲说 你用这种方式 用台湾的GDP来统计比较适当 所以我们重点要看的是什么 是在美国在整体消费过程当中 整体消费的体量 有没有进入到粘减 你会发现在过去几个地度 黄色区块 也就是消费层面不断在急增 稍微粘减的是看到蓝色区块 进出口 它的出口减少有什么问题 美国本来就是进口大国 所以在种种效果底下 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 如果在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情况底下 标普白指数在过去的经验 只要达成软着陆 通常来看 根据过去六次经验 像是在1984年 89年 95年 98年和19年 基本上降息开始 又是软着陆的话 美国股市的多头 渴望可以持续挺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标普 纳指 这个道琼 都还在一个创高边缘 V半的短暂性的卖压 是不是代表着 美国股市本人的多头结束了 我认为并不是的 你硬要讲美国的大盘 那当然是以标普白指数为重 而它现在还在创高边缘 所以换句话说 我个人认为 台北股市的卖压 是不是一定反映的景气急速恶化 我认为并不是的 因为它景气指标当中 有很多跟货币政策面有关 很多跟房地产面有关 台北股市的卖压 是来自于外资 针对废半的卖压 而废半的卖压这么重 除了第一 过去今年它涨太多以外 第二 关税战的影响 的确造成了资金板块的挪移 有一部分钱 我宁愿先去买好软体股 买这些科技巨头 也不愿意投入到硬体股 为什么 硬体股有设厂的风险 就算你从台湾 移到了墨西哥 搞不好也会有关税战的风险 造成市场极大的卖压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美国经济 由于仍然在扩张格局 对台北股市的影响 可能没有想象中来得大 但是这个时机点 是不是由于景气指标出现了 我们就要全部出清 或者再度欧益 也不用持股续报 预留现金 看看有没有均值回调 可以布局的机会了 刚刚停号 但我们看到的是在 美国股市跟台股的一个部分 目前其实都还是 比较可以倾向是 持股续报的情况 因为整个美国经济 还是处在扩张的一个格局 不过的确就刚刚也有提到 台北在最近是受到了 川普的关税大刀的影响 这个压力非常的大 川普2.0 我们要请教陈彦 他现在又喊出了 说以后要严格审查 晶片的补贴 就是觉得在拜登时期 寄出了晶片补贴 浪费钱 所以在今天市场 就会很担心 以后台积电补贴 拿不拿得到 在今天还一度跌破 前沿大关 我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是不止川普 包括他们整个幕僚 都喜欢在平台上面发言 社交媒体 那你都没有经过正式的讨论 跟发言 你就直接丢到这些社群媒体上面 去测风向那种感觉 你都还没上任 你不觉得很草率吗 好 当然他讲什么 他这里面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关键字 当然这里面谈到就是说 比如说他认为你要好好的审查 甚至你可能要废止等等 但是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字 叫Mindnight hour 他意思就是说 拜登你任期快结束了 你要利用剩下的时间 赶快去推展你原本核准的一些 一些政策 对不对 然后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个晶片法案基本上是一种浪费 而且我跟你讲 我觉得他不只是对着台积电 因为其实他也点名三星跟Intel 所以简单来讲 他就觉得这些钱都不应该发 Intel拿的也变少了 但是因为毕竟对台积电来讲 当时愿意到美国去设厂 其实这个晶片法案的补助 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坦白说如果没有这个补助 台积电是不是根本就不可能到美国去 我觉得可能性很高 所以现在美国 可是你现在已经去了 他们也发现你都来了 那我不补助给你 难道你就不继续吗 所以未来美国制造的成本 会不会大幅度提高 如果是这样 一定会影响到获利的表现 好 当然对美国商务部来讲 他们现在必须要让它的进度加快 那你说对台积电来讲 对Intel来讲所有有补助的 我赶快一次同样 赶快把钱发一发 因为至少这是拜登任内的一个政策 商务部26号宣布 对Intel晶片补助的金额 拍盘定案多少 78.6亿美元 虽然比今年3月的缩水 他缩水 可是我跟你讲 不赶快发后面一毛都没有 我讲实在话 所以现在有78.6亿美元 还是赶快拿的 而且你看 现在他也跟三星电子 海力士这些都在讨论 你看付款速度在加快 对不对 就他也知道 我跟你讲 拜登知不知道1月20号之后 这些公司可能都拿不到钱 对 我问你 我认为应该是知道 所以你看他马上跳出来 马上跳出来 就是这个拉马斯瓦米 跟这个马斯克要主导 这个效率部门 他当时不是也讲 他要砍这个砍那个 砍这个砍这个 现在直接刀子就往哪边砍下去 就是晶片法案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 未来这个部分 一定要特别小心 现在贸易代表格里尔 我觉得他们这一批人 真的都好极端 你看这个格里尔说 对中国立场 我们要再强一点 干脆取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他不是加关税 你知道这个一取消 代表什么意思 我跟各位讲 中国就跟古巴北韩 俄罗斯一样 就是你们就 是同类别的 你简单讲 就第三世界了 对不对 所以还把中国归类为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他说你看 对美国直接出口 面临更高关税 因为去年总额是5000亿美元 所以就简单来讲 我也不用跟他谈 我直接把这个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直接拿掉 还有什么好谈的 太激烈 我觉得太激烈了 当然这个是 会不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毕竟你又没有发现 他所派来的每一个人 都喜欢在社交媒体 大放厥识 而且手段好像都非常的强硬 其实跟他都还蛮像 跟川普都还蛮像 真的 这个川普二号 这个川普三号 你看看 所以CNN特别讲 他说因为2023年 前十大进口国 超过一半在亚洲 会不会首当其冲 你看连他隔壁的 加拿大 墨西哥 他都要弄 那你觉得亚洲 因为他就一直讲 你们都在赚我们美国的钱 你们都在赚我们美国的钱 第一名不就中国吗 5012亿美金 他不是加他的关税了吗 日本你不要讲 他并没有对日本或南韩的态度 有多友好 所以现在越南 越南第四名 我们第几 我们第五 好 我们会想 还好我们没有进前四名 打棒球要进前三强 出口我们第五名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 虽然到目前为止 川普的团队 还没有点名到台湾 所以不见得会有事 对不对 那也许反而我们会受惠 但是你要特别小心 川普这个人 这个很难掌握 他如果突然觉得说 你这第五也顺便弄一下好了 要不然一直赚我们的钱 要不要加关税 我跟你讲 他就会很麻烦 好 不过要再请教陈彦 在先前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说 这个中国加一 所以不少代工厂 就到墨西哥去设厂 没有想到现在 川普要加关税 墨西哥也不能去了 其实之前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比如说你像这个不管是红海 我们这几天也有讲 伪创 营业达 大家都到墨西哥 似乎是一个很聪明的 因为之前美国的风向叫 有岸外包 那到墨西哥很合理 而且美加墨又有 这个零关税的一个协议 结果没想到 25% 他完全不管说 我们之前讲了什么 就变成这样 当然确实会有必要 可能 经济部长郭智慧他又说 他说如果到时候 真的如此的话 他就协助业者评估 要不要再移到美国 厂商好忙 我跟你讲真的 移来移去的 其实这跟牛仔一样 就是要这么忙 为什么 你现在跑到墨西哥 看起来原本没问题 现在如果你要去想 四年的时间 你难道要一直面对 这个问题吗 竞争力的问题 所以我们确实必须要做 以美的动作跟打算 其实好几家台商 目前也有在讲 他们似乎可能要开始 参与动作 在这当中 其实我觉得最明显 有一个人的态度 很有趣 他风向转变得非常快 是谁 福斯汽车 这是德国汽车的巨头 为什么我要讲 他出售了新疆 乌鲁木齐的一个工厂 奇怪 过去他在新疆 设立这个工厂 似乎是一个样板 新疆一直是不是 有人权的争议 这么长的时间之内 他都没有特别的 针对新疆的工厂做标台 其实规模并没有很大 而且不是做主要的一个生产 运到海边这些都不太可能 为什么突然之间 要把它关掉 我觉得还是川普 你看他这个手指头 比得很清楚 就在讲福斯 你看他比过来 为什么 因为最近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严重 今年2月 1000辆的保时捷 这是哪一个集团 不就福斯吗 然后Audi这是哪一个集团 比如说福斯吗 被扣在港口 原因是什么 他说你车子里面 有那个零件 中国大陆制的 当然强迫劳动法 基本上应该会跟谁有关 新疆 好 我问你 如果你是福斯 不是川普 应该都还要好好讨论 对不对 我只要证明不是就好了 可是未来以川普的个性 我管你是不是 反正指控 反正以后你的车子 我全部扣了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赚钱还是比较重要 他赶快改宣议策 新疆把它关掉 所以川普的威力很惊人 所以你看川普说 中国要加征关税 我们早就已经料到 墨西哥 加拿大 其他国家看到会不会害怕 大家都吓到 所以越南要赶快干嘛 输成 为什么越南在 赶快表忠心 你看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越南 对不对 我们说美中贸易战以后 他真的是坐享红利 电子业都移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每月之间的贸易顺略 就是对越南来讲赚了很多的外汇 所以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越南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越南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赶快表示说 我们要跟美国买很多飞机 我们要跟他买很多异化天然气 还有安全装备 人工智慧晶片 要促进贸易和谐 厉害 他怕被增关税 所以说我要帮跟你美国买更多的产品 所以我也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官员 如果有看我们节目的话 这个部分可能也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说真的 刚才呈现到我们看到 是在这个关税的一个部分 但是因为关税 还有包括在近期讲的 这个晶片补贴的问题 也的确造成了在 最近台股的走势 是比较动荡的 可以看到川普相关的内阁的一些官员 刚成燕有提到 其实他们都还没有就任 就经常会在社群媒体 发表他们的一些最新的证件 尤其像是马斯克 我们要请班华姐 带我们看马斯克 他根本就是感觉上拿了 这个川普给的上方保健 现在就是要挥刀大看 而且他竟然还把这个 四名气候相关单位的 这个公职人员的姓名 整个给他登出来 结果造成了 现在很多人都涌入去留负贫 对啊 我们知道马斯克 他拥有X 对不对 黑特 然后他自己的账号 有多少人呢 有两亿人以上 在关切他的 他登什么 大家就这么多人在看 结果有四位被点名 他就转发 他一转发的话 你知道有多少人 其中有一位 他是任职于所谓的 这个美国有一个 开发金融公司 那他的职称叫做气候多样化总监 其实这听起来好像很选 其实就是主张气候正义了 因为他要帮助一些 比较低收入国家 因为他们受到地球 这个暖化 他们是最先受到冲击的 所以要帮助他们 结果马斯克转发的时候 就说这个根本是个假工作 那这一条就有三千多万人 三千多万人流染 然后一大堆负贫 就搞到这位女士 其实我是知道他名字 但我们不要讲 他是指名道姓的 那这位女士 他就只好把他的账号 给关起来了 你知道吗 这其实是 我觉得真的是 你会觉得很恐慌吧 因为他直接就是把这四名 就是直接点名 把他们知道公开 那根本就是公审 对 就公审 然后其中 我跟你说 最夸张的是什么 其中还有一位 讲起来你绝对不敢相信 其中有一位是能源部的 而这能源部是负责 所谓绿能补贴 他们在二零一零年的时候 还补贴马斯克的特斯拉 电动车四点六 四点多亿美元 哇 你觉得他是不是恩将筹报 对 然后这四个都是跟气候有关 我们知道 他自己也是挺气候变迁的 可是他支持的川普是不相信气候变迁 不相信地球暖化 所以这个就是换的位置 可是可是我觉得他很聪明 为什么 他显然是认为 他是说气候变迁 还可以等吗 你看他说这个二氧化碳 怎样怎样 人类才会出现什么什么 他的意思说没有那么急啊 对不对 可是他一定手上有一些案子 要川普马上帮他松绑 马上帮他解套 尤其他跟那个拜登有些官司 对不对 这下子可以都一笔勾销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转得很快的人 对不对 不止如此 他还坚持一件事情 就是他非常的反对远距工作 对 他说我一上来 根本就是说二十号就职不久 就要采取行动 你们全部给我回来一天上 全部都要到办公室上班 对 他一定要在办公室上班 你知道我有看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抑郑指言说 为什么你可以在家里工作 那外面要很多人 他要帮你送食物 他帮你采买 意思好像很 就是说怎么这么不公平 其实这是疫情之后发生的现象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疫情 大家在家里 那很多人结果就习惯了 你知道吗 很多人现在习惯在家里 远距工作 他们根本就不想要回到办公室 那我们知道 美国大概有多少 两百三十万的这个公务员 其中有超过一半是 这个工作性质 你必须要在现场 没有办法 可是其他的事实上 你是可以选择在家里工作的 所以他们预估了一下 如果你要强制 大家都一定要回到办公室的话 有五十几万人 25%的公务员会辞职 四分之一的公务员辞职 很多吧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在家工作 你现在叫他来 他就宁可说 那我干脆不要赶找 别的工作算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川普还没有上任 就已经发生这些 大家就是人心惶惶的现象 而他提名的人 因为仇恨值太高 居然发生这种 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感恩节前 炸弹危险 然后又骚扰啦 什么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这些环境保护署署 署长不相信保护环境 然后联合国大使 很讨厌联合国 对不对 他选的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 所以呢 都是仇恨 就是很具有争议性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提名这些人 然后这些人就受到攻击 还要再请教帮华姐 在先前我们说这个川普要大量驱逐 这些非法移民 当时LA他们通过了这个庇护城市的法令 现在丹佛市长也说 他不惜坐牢 都要保护这些移民 没有想到这个沙皇 编辑沙皇货曼 他就说 如果你要坐牢的话 那我就成全你 对 我们知道 其实真正会有立即印象 我说真的 很多人都会有影响 川普上来国际影响 国内影响 但是真正会害怕的是谁 应该是这群人 对不对 吴正的移民是应该最害怕的 因为他真的要把他们都遣返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丹佛市长就跑出来说 其实他刚开始说的 其实让人家有点惊吓 他说他要在边界 你看他的驻扎 他说你们的联邦干员 我不让你们进来 那你能想象吗 联邦干员要进来 这些人在那里 不让你进来 他要搞内战吗 对不对 那大家都觉得你这样讲也也有点扯了 是不是 难道真的要搞对治 后来他就收回了这些话 他就改讲法 他说那这样好了 我宁可去坐牢 我也要保护这些无证的移民 是因为他说庇护城市是我们很相信的价值 我们要知道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无证移民其实对于美国的经济贡献 是有相当经济贡献的 看一下数字 你也会吓一跳 你看在2022年 他缴纳了七百五十六亿的税款 所以吴振云他们是有缴税的 而且缴了还不少 对你工作就要缴税 而且我觉得最讽刺的是社会安全税 他缴了两百五十七亿的 为什么 我说很讽刺 因为他拿不到 我的社会安全是只有友证 比如说我是公民 或者是我是有绿卡 我能有社会安全 所以他们还要在缴社会安全 他们缴社会安全 可是除非他们变成合法 如果他们变合法 他可以拿拿的回来 他没有合法 他这些都是交给给别人的钱 对 然后他也消费力也不少 他也有贡献美国的消费 所以你看他们有统计 其实移民对于国家的经济上 是有很大的贡献 到七兆美元 然后如果你全部把他们都驱逐的话 年度的GDP 会影响美国的GDP 对 可是 但是川普这个边境沙皇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要来逮捕 然后我不管你们这些市长说什么 对 他现在已经夸下海口了 我跟你讲已经很多市长出来 他不会 到时候会不会变成是会 真的是内部会很混乱吗 因为变成说州政府 他不见得是会听川普的话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事情 州政府有很大的权利 这点跟我们台湾是比较不了解的 州政府有很大的权利 他不要做的 你也怎么样 所以说他现在有另外一个方式 说好 你不配合的话 我联邦预算给你砍 对 所以你知道就很多很多 对立会发生 不过我在这里要讲 所谓庇护城市 这个概念很重要 因为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在川普这几年有要到美国留学的话 我希望你们先考虑一下去庇护城市 因为真的是有差的 因为他的金主在经营这些监狱啊 居留中心就是专门 你一个人进去他就一个一个人补贴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就说川普上当上州以后 另外我们说到的确也是因为川普的关系 这个台股从这个川普几乎确定他会胜选的之后 整个走势都非常的动荡 所以大家就说如果我去买ETF的话 会不会相对比较稳定呢 我们要请教巴勒 在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 就如果手上我有一千万的话 我到底是要去买0050这个市值型的ETF 还是买这个高股息ETF0056 哪一种会比较好的 现在台股很流行汉贼不两立的那种感觉 就是要么0050跟台秘店打 要么是0050跟0056打 我们先讲这个叫做纯粹叫学理上讨论 第一个我不认为会发生这件事情 就是无论你说你的一千万是买0050还是0056 基本上我都不太假设会去睡公园 不过我们纯粹讨论来讲 我们可以来算一下 第一个就是大家要算 那我们就算一次 我昨天这边用的是450万 不过我们就用一千万来算 对不对 我们讲一千万 大概是差不多就是多一倍 然后代表是说 它在领席的过程中来讲 因为0050它的配息不是它的主力 所以说它的配息来讲 我大概是抓一年是大概四块而已 同样的就是像0056 其实它最近这一年配息是超过四块 但是那个叫做你拿特别好的来算 这个不公平 所以说我们都用最近这五年的平均 代表是说你不要拿特别好的 所以说0056我也只抓这2.27 这样算起来 殖利率大概还只有6%点多一点点 OK吗 所以说这样算出来之后来讲 好我们一定要乘一下 这边我们从450万 但是我要用一千万来算 就代表说我这边 我也要乘以这边是多少 这48张 48张 然后这边大概是240几张 你大概就算出来 我们重点是在这边 如果说今天 因为他们讲的是说我要提领 如果一直提领 一直提领 对 假设说今天 你看我们今天通通乘以后 代表是说 如果我现在的一千万 我今天去买0056 我大概一年可以 大概是领到差不多快60万 对 那我们就用这个60万来算 代表说 但是0050我领不到60万 0050我这边乘以2来讲 是不是大概只有领到10万块 领到20万左右 代表说我怎么一来一往 差了40 如果是用一千万的话 就是0050一年的领息 大概是20万 然后56的话是快60万 当然这两者一差40万 这个40万的缺口怎么补 我是不是只好卖掉0050 代表是说 我等于说我大概卖掉两张 我就可以把这个60万的 这个钱生活费就补上来 就是说市场上在讨论说 如果在这个样子 我原本投资0056 我可以一年有60万 而这个是说 叫做6% 你不能用8% 这6%来算 我一年60万 如果0050你要支印这个60万 你可以怎么支印 你的息大概只有20万 剩下的40万怎么办 只好卖老本 所以他们就用这种角度 来讲就变成是说 你这样子 如果是这边是48张 我一年可能要卖个两张 这样子卖着 而且这个是怎么 假设在价钱不变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代表是说 我大概卖两张就可以 如果说价钱在往下修正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卖得更多一点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本上会设计这一道题目的人 他摆明的就是 他是0056的支持者 他设计了这道题目 就代表是说 今天在这种过程中 如果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生活费 的支应来讲的话 单看0050的利息 你一定支应不过来 他就是说20年 我就一直提领的情况之下 谁会先破产去睡工 但是0050的想法 就说不对 但是其实我价格会涨 我在价格会涨的情况之下 价差的部分没有算 所以说我的价差在上来的过程中来讲 其实我当然可能要卖 卖一点点 但是因为我的价差多 我卖一点点 就可以支应我的生活 所以说我先把说 在五年前 大家如果同样都是在 当时是10块钱 然后这样经过五年来讲的话 以0050来讲的话 它五年以来 从10块钱涨到大概25块钱 蓝色这个是0050 下面这个红色是0056 就是以这个资本利的角度来讲的话 的确0050的表现是优于0056 等于是一个是从10块钱涨到了25块钱 0056是从10块钱涨到20块钱 所以说你如果以资本利的来讲 的确0050一定是比较优秀一点点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 这两个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商品 就像说在两家牛排馆 0050叫做顶级牛排 不过它的什么甜点那些东西 就是一般般就好 因为它的顶级牛排 是它的最大的强项 但是0056我们这个叫高级牛排 高级牛排 但是它的甜点 可能是五星级的那种米其林的甜点 所以到底要怎么选 所以说这两个 选牛排好吃的还是甜点好吃 所以这两个是不是一定是各有所好 在各有所好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想如果说 你现在是没有资金的需求 被动收入 你觉得暂时不需要的话 你对于资本利的成长 比较有一个企图性的话 你当然会选择0050 会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说 我现在是开始有一点点 所谓的被动收入的需要来讲的话 0056当然会是你个比较好的 那巴勒会怎么选 我一定选0056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在上班 没有人要付我们薪水的话 或者现金流很重要 对 现金流会很重要 然后在这个地方 会衍生出 我们之前讨论过 就是说0050也很好 0056也很好 所以代表说不要买股票 通通通是买被动收入 尤其是在这边这一封信 我相信很多就是我们节目的观众有看过 右下角那封信来讲是 巴菲特 当时他在跟就是所谓的基金经理 跟这个 跟赛德斯 就是他们在对比 就是说你是避险基金的 五港的避险基金的平均负荷年成长率 然后巴菲特说 我只要买的是Vengar 就是那个所谓的S&P500的 这样的状况 奇怪 我的绩效比你好 就代表是说 其实被动收入应该比较好 但事实上人员看到在波克夏里面来讲 他里面 他其实是不买ETF的 对耶 就代表说 其实他的意思代表说 如果说你没有那些时间去研究的话 的确被动指数应该还不错 但是如果说像波克夏 他也觉得说挑股票 挑时间 应该也可以创造比所谓的市值型 或者是说被动市值收入 还更高的一个所谓的资产的增值 所以说其实这没有汉贼不良力 大家各有所需而已 好 要再请教巴勒 我们通常在领期的时候 一般像我们自己买的 都会在月中的时候发钱 现在很多 它开始会在月初也有 月底也有 所以可以自己打造一套 周周配 如果有现金流需求的话 每个礼拜都可以领钱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真的要深思熟虑 因为我们从实入的状况来看的话 就是因为它是等于是 本来是年配的 单配现在改成用季配的 然后季配的 然后改成月配的 然后月配我想怎么搭 可以搭成周周配 但是我想说 其实我们从数字来看最简单 今天假设我有比资金 就我不去买某一档的 高股息的ETF 我分成三档买 分档比如说假设 月初组的 我买00940 然后它的殖利率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大概只有4.8% 然后月中组的 假设我买944 然后它目前殖利率是4.64% 如果是月底组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挑939 这些都是比较夯的 然后它目前的殖利率是5.04% 你这样子三组加起来 是不是代表说 你为了要凑一个 几乎是周周配的 你的殖利率 这样算一算来讲 差不多大概5%左右 那这有点意思 这个我们在 这个大家来讨论 0056 现在它一季的配期是1.07 价格大概是38块多 代表说它现在的殖利率 大概是10%以上 问题来了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0056的 殖利率是10% 卖掉去买这三档 这平均殖利率大概是5%的 当然不愿意 那种感觉是不是像是说 你一个月领一次 可以领5万块 改成一个礼拜领一次 每个礼拜发给你5000块 你每周领钱的感觉 一定还不错 但是你每个月 周周领不见得领的比较多 所以各位 你会知道一个关键的核心 是在于是说 你把按月领 改成是周周领 是不是因为你领到的钱 差不多 你当然觉得周周领没关系 不假设我一周领5000 我一个月领2万 差不多 那我可以改 但是当现在是月月领的 其实是比较多来讲 我有没有必要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当然不会改 我当然是月月领的多 一定会比周周领的少 还好一点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 在最近棒球热 其实也延烧到了周边的房地产 稍后来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